印度尼夏当地时间9月18号 新闻传媒集团与印度尼夏国际日报集团 在雅加达达成合作协议 协议包括新闻传媒集团将与印度尼夏国际日报集团合作 在印度尼夏设置东盟卫视的分支机构 并且在印度尼夏合作出版中英文版的亚洲时尚杂志 印尼国际日报集团作为印度尼夏大型的华文媒体集团 旗下的国际日报占据了印尼华文媒体的半壁江山 其集团负责人熊德龙先生还兼任印尼旅游亲山大使 此次与新闻传媒集团在印尼合作建立东盟卫视分支机构 不仅预示着东盟卫视正式落湖印尼 更重要的是通过东盟卫视的平台宣传 让东盟卫视的观众更好地认识印尼 了解印尼 关注印尼 从而带动印尼旅游业的发展 新闻传媒集团董事长 东盟卫视董事局主席黄创基先生表示 目前东盟卫视的工作小组已经进驻印尼 并且随后将对印尼的政府 工商 金融等各界人士进行深入访谈 随后东盟卫视将在印尼搭建1000平米以上的东盟卫视演播大厅 还将与印尼主流电视台进行资源互换整体合作 与此同时 新闻传媒集团旗下亚洲时尚杂志 还将与国际日报集团合作 在印尼出版《中英双语刊》亚洲时尚 在内容上还将增加对印尼名人名事访谈 印尼名人高端活动报道等 东盟卫视MGTV记者刘伟超 张军燃 印尼雅加达报道